大家好 我是洛伯小叔 那今天再有多余的时间 再给大家聊一下 这个交易方面的哲学 那有的人 可能在交易 虽然过了一段时间 但是一直赚不到钱 然后或者是 赔的钱比赚的多 所以常常会觉得说 到底 出了什么问题 首先 我先建议 大家去 研究一下 Ray Dalio 的Principal 原则这本书 Ray Dalio 大家知道他非常厉害 他是 从无到有 变成一个 非常厉害 桥水基金 桥水基金 一个 非常有钱的一个人 那他的Principal 里面主要的概念 就是说 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你要有野心 你必须要知道 你不想要过 过一般上班族在 那个盒子里的生活 这个影片 大家Google一下 这个 第一个 你必须要有野心 想要去爬大山 这是第一个 你如果不是想爬大山 你想过一个稳定的生活 其实你不需要做这些事情 所以第一个 你想要 过不一样的生活 想要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这是第一个 你必须要有这样的野心 没有这样的野心 没有那样的动力 去做这些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 你必须要知道 在爬山的过程当中 那一定会被绊倒 会被石头绊倒 那所以绊倒之后 你要从绊倒的过程当中 学到些什么 让你下次碰到类似的小石头 不会再绊倒 所以 每次 每次赔钱 你必须要想出个理由 想出个新的SOP 然后想办法 把你原来的SOP进行修正 这个动作非常重要 那很多人为什么说 同样问题一犯再犯 那这个就是 应该是没有认真的做好这些事情 所以很多之前犯的错误 那过了一阵子之后又犯 或者是 你不知道问题真正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这当然也是有可能 只要你愿意花时间去深刻去思考 针对你问题去找一些其他的高手的 网路上很多的一个相关的文章啊 或者是去书啊 去找答案 这样你会慢慢的 下次碰到这个小石头 你不会这么容易被绊倒 那当你能力变强的时候 那要大一点的时候才会把你绊倒 比如说 你以前可能两三百点就会把你修理到 那后来可能要五六百点的震荡才把你修理到 然后之后八百点的震荡也修理不到你 你会越变越强 这是RAIDARIO PRINCIPLE里面的理论 就是 你必须要针 针对 你曾经 跌倒的地方 要进行深刻的思考 然后修正新的SOP 然后你就会越变越强 所以理论上按照RAIDARIO这样的理论的话 那人只会越来越强啊 那为什么你会被困在同一地方困 那么久好像一直赚不到钱 所以这个地方 就请大家第一个建议 就是看一下RAIDARIO PRINCIPLE 这本书 是非常好的 就是 你 你 你不会只想知其然 你想要知其所以然 真正的把自己的SOP 来把它最佳化 这是一个 好 那再给大家聊一下 像最近的 当然是佩洛西来台湾 所以造成一些的大涨大跌 像明明就是前两天 演习的时候大跌 那后来 那个确定 这个没有想象那么的严重 又大涨 那有些人就受不了这样的震荡 那这里面就牵涉到几个问题 好第一个问题 就是 我们前几天 在我的被动理财研究会 我会给大家分享 几个例子 好 就是大家可以 仔细的思考 好 能够长期 长期获利的人 包括是赌21点的 大家以前看过 决战21点啊 这个庄家思维之类 非常多的书 都在讲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期望值的概念 期望值的概念 这个数学的概念 就牵涉到说 你对投资 对投机这件事情的理解 你到底清不清楚 投资投机交易 它本身 就是一个追求正期望值的一个游戏 CIS 非常厉害的一个鼓声 CIS 主力的思维那本书 他有讲过 交易它本身是充满 技术 你技术一定要好吗 你技术不好的话 你怎么 怎么会 那个在该 该追单的时候追单 该 该停损的时候 没有第一时间停损 这技术一定要好 但是 交易它本身具有偶然性 就是说有些东西是你 预期之外的事情 会发生 就忽然来一个闪崩 忽然来一个喷出 这样这种事情 那它偶然性是有的 所以 它是为什么这么好玩 就是兼合技术跟偶然性 不是技术好就一定赢 还有偶然性 所以 头脑清楚人 你就会知道说 我要 靠的是期望值 那既然是 这么清楚的一件事情 却还有人一直执意 要下大胆下重注 那前几天 这个 那个 美国的那个乐透夫妻 靠数学 的乐透夫妻 也要拍电影了 嘛 那里面讲不是同一件事情 就是要分散下注 分散下注 不是说 就单压一注 到最后 那不是说不会重 只是说机率就低很多 如果期望值就会低很多 低很多就没有 没有优势 没有优势的话 长期来说 你就只会 慢慢的损耗自己的 这个财力 好 所以 这是第二点 你头脑要非常清楚说 你靠的是期望值 那既然是期望值 那就是 你可能看对 你可能看错 我希望说 在这个点位下下去的时候 我 如果赢可以赢比较多 如果输的话 我在什么点位要认输 好 这样子的话 长期来说 我就是 赢 多 输少 赢多 包括说 赢的次数多 输的次数少 这是一种可能 另外一种就是 赢的次数少 但是每次赢都赢很多 最后加起来还是赚 所以有两种 好 大家自己看自己行 习惯是哪一种 好 所以这是 第二个 第二个 你必须思考说 你 靠的是 不是说你的准 而是说你的累积 累积 累积起来 到最后会赚 包括赌21点 全部都是同样 同样的事情 都是统计 都是统计 所以 你一直觉得说 啊 我要更精准的看盘 好 我要抓到最好的买点 好 这个才是最佳的买点 你一直在执着 在这件事情上的话 那你永远有可能 好 如果你一直被困在这里 那很可能 就是因为你太执着于追到 追求高胜率 追求到一定对 像到处一大会社团说 啊 跟我买的话就可以买到标股啊 什么的 那你顶多就是标股的几率比较大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到最后还是得靠期望值 好 所以这种 好 我推卸给你就是标股 所以你买下去 好 买下去你 反正一定赢 然后你就说他 说他之后就挂了 那不是这种故事吗 好 所以 必须第一个 好你就要知道说 你买下去是有可能会赔钱 好 因为 累积起来 我们赚的是累积起来要赚钱 而不是这一次一定赚钱 好 所以你必须要很清楚这件事情 好 所以 如果 你像RAIDAR有 好像会一直不断思考人 你看了那么多的资讯 你应该知道 你不应该追求 好 这个一口吃神棒子 好 这种 这种常常 好 这个投资老师的术语 然后常常讲说 看到我就压一次 然后这样 好 这种都是非常危险 好 再来 第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跟大家讲说 RAIDAR有这件事情 好 一定要把 这个搞懂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你一定要知道说 其实 赚的是期望值 BNFCIS 都是同一件事情 好 再来第三件事情 很多人 好 这个包括TESTA TESTA 他也曾提过 当你的资金 出现不如预期的状况的时候 或者是你已经赚到了 好 那里面利润剩所剩不多的时候 你 就是要想办法 好 不要把你的东西 好 变成腌制品 TESTA最喜欢说腌制品 对不对 那 所以之前 我在被动理财金 常常有秀出来 我的 这个交易账单 好 我空下去 SAYCO 假设到达一个涨不动 之前就跟大家讲 最好的 空点 就是张苏林讲的 就涨不动 什么叫涨不动 只有自己判断 就凭经验啊 凭感觉啊 好 那什么叫做 看错 就空下去之后 你就会涨不动 就 他就一直涨上去 然后你就账面上一直赔钱 那就是看错了嘛 对不对 这个这个东西就不用再讲啊 那至于怎样抓 涨不动 那就凭经验嘛 你就看看 诶是不是快涨不动了 试看看 阿世道不对 好 现在现在讲不对 好 什么叫不对 譬如说那一天 呃 就是确定好 确定 这个好 这个军演啊 中共军演没有想象那么严重的时候 好 杀到某个点 那时候小叔不是就直接 把SAYCO直接回补了吗 好 在我社团不是有贴吗 好 说算是我那时候SAYCO10点 好 剩下2点多点 我就把它补起来 但是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点就是 那时候也是逆势了 那时候SAYCO也是逆势 那时候是不要流仓嘛 对不对 这 这非常简单的道理 好就是 你一个波段的大涨开始一定是从小涨开始嘛 小涨中涨大涨 那既然有小涨 那就有变成大涨的可能性 那不是这样吗 好 所以那时候很涨100多点 大家觉得没什么 涨200多点 就觉得怪怪涨300多点 到最后收盘涨300多点 对不对 好 那SAYCO的习惯不好的人 那就会被嘎到啦 好 我现在在讲说 SAYCO 你觉得它涨不动100多点 欸小涨我100多点 我觉得它涨不动啊 那你就空空看嘛 好 空下去之后 然后呢 假设你空10点 变成12点 欸 开始怪怪的 你要不要12点要不要再空 先不要 先不要 好 然后涨到15点 欸怪怪的哦 奇怪它不是涨不太动吗 为什么随便就涨5成 补掉 补掉 好 那时候一定是补掉嘛 好 FAYCO就补掉 好 等到真的下一次 因为就代表 已经证明你看错了 好 所以像这种东西 好 有时候 它不是单纯的停损而已 它是把你的钱拿回来 重新再玩 因为 这一把你赌输了 很明显这一把你已经输了嘛 好 那下一把会输不知道 就等到下一次停嘛 涨200点再试一次 好 10点空下去 诶 怎么又变12点 啊 输了输了输了 小胚赶快收回来 好 对不对 好 然后300点再空下去 诶 看起来这要跌不跌的 好 收回来收回来收回来 就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的是 空下去 10点变8点 诶 变8点 好 再加空 再重新再空 更近一点的10点 一直空空空空 空到最后 好 就是全部都赚7成8成 正常是这样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像这种 为什么要收回来 第一个是很可能看错 小时候 我那个距离还很远 你每次放空 不是都是500点 700点之外 这根本不会嘎到 不是这样 等嘎到你就来不及 温水煮青蛙 好 所以一定是空下去没赚 就已经开始不会再加仓 好 所以像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你想的是期望 你不会在意说 啊我空下去10点 被 被那个到12点就认赔 这种事情你会在意吗 不会嘛 啊 因为你知道不肯把把银嘛 好 所以这边就跟大家讲好 说为什么 这个 这三个观 观念 还会相扣 好 你钱不拿回来到时候 你的10点被嘎到50点 被嘎到100点 的时候 你就会舍不得 啊 就会舍不得 而且你的钱会被卡在那边 你的保证金就要一直被卡在那边 好 交易股票交易什么 都是一样 赔钱的单不要再加码 好 赔钱单 就尽快撤出 因为跟想的不一样 啊想的不一样 如果是交易的话 就是 下一把再赢 好 下不再输 反正到最后 你长期 交易会议 好 那如果说 那个小叔 我手机有真的 这么不好啊 我已经连完十把全输 哎 那就是你的整个的策略有问题 什么叫策略 我们在做多的时候 什么是做多 就是大盘明显 是上涨的趋势的时候 才做多 那就代表说这时候 你怎么玩都玩不过 就是现在不是 现在是假涨 现在是假做多 就是如果是做多的话 你只要分散部位 怎么玩 个股会输 单笔会输 但是整个家总是会赚 除非 你是在盘整盘做多 在下跌盘做多 就是不是一个明显的掌势 你做多 那这本来就是 比较难赚嘛 对不对 好 加上 如果 那个 植树涨 是因为大人在拉圈子股 那你又玩的又不是圈子股 对不对 这个道理很简单嘛 所以大家这个好好 这个思考一下 如果你一直赚不到钱 请你好好思考这几点 小叔给大家建议 好 那我们今天聊到这边